A股有利好也有利空,利空是啥呢?就是经过A股的持续不断的上涨 今天收盘过之后A50没有涨了,新加坡A50现在大跌2% 会不会对下跌成第一A股有冲击呢?接下来要详细讲一下 首先我们要讲好的一面,好的一面是什么呢?虽然说A股最近在持续上涨 但是呢其实港股的涨幅啊,它要比A股要大得多得多 港股的涨幅比A股的涨幅要大很多 那么港股呢,截止到今天收盘,你没有听错,你也没有看错 就是截止到今天收盘,港股全年2024年全年的涨幅已经正式超过纳斯达克了 你敢想象吗?就是说,啊,之前这个老美摇摇摇领先,大家都去买日经纸 说摆纳斯去了,就在今天收盘,港股它自然全年的涨幅超过了纳斯 你说你这个苹果公司都能三十四倍的市盈率,你给人家腾讯,给人家阿里巴巴给十几倍的市盈率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?你们家的这个GDP增长还没有我们坏的,是不是? 人口还没有我们多呢?我们结果十几倍的,我们的科技股就只给十几倍的东南市盈率 你给这个几十倍的市盈率,这怎么能合适呢?而且呢,今天这个港股啊,香港股市成交额3690亿港元创下记录性高 你可能不理解3690亿港元是什么意思?你要知道,在这个今天没涨之前,港股每天只成交700亿港元啊 每天只有700多亿啊,我的天啊,都说出去都丢死个人,以前的吧,世界三大金融中心,港股,这个美国纽交所,还有伦敦 结果人家新加坡,后来B上超越了港股,一天就七八百亿的这个成交金额,你想想港股现在3600亿,相当于放大了五倍,相当于放大了五倍的成交额 咱们A股呢,也差不多放大了五倍,A股以前是5000亿的成交额,现在是1.4万亿的成交额,差不多也是放大了五倍 这个是好的一面,然后呢,这个市场太活跃了,这个原因呢,最近呢,又降息了,反正最近都有利好,你看这个 YAMA今天又下调了,常被借贷便利20个基点,今天呢,这个A股买的人太多了,买的人太多了,他一下子给干死机了 这个这里面呢,说今天日常情况呢,这个还道歉了 今天是给买死机了,可能是我估计啊,你让我猜的话,我可能就是,呃,就是那些很多啊,很多年没有炒股的股民了,账号密码都忘了的啊 然后呢,这个,呃,这个,这个,这个,都在找账号密码,然后搞的这个,除了买卖以外,除了就是买股票,卖股票以外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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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很有可能啊,是这个,呃,很多在找账号,然后呢,也也浪费了一部分的算力啊 所以说,你看今天算力股涨得挺好啊,今天算力股啊,什么浪账信息啊,这些也涨得挺好的 2024年9月23号,要失去30年,因为当年日本的吧,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过之后,失去了30年 那么9月23号失去30年,就过了两天,到了2024年9月25号,只失去三年,啊,24号,25号,涨两天,失去了三年 9月23号的时候,这个ABC,什么是啊,Anything but China,叫做ABC Anything but China,就是,Anything,意思就是说,所有,除了中国啊,因为那个,大家知道之前那个摩根斯丹利的吧 大摩搞出来一个新型市场指数,就把中国的股票排除在外了,其他的都有啊,前两天那个印度的,前两天,印度的GDP还不如我们啊,才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 结果印度在MSCI的这个股票车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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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权重竟然超过了我们啊,所以说前,9月23号是,Anything but China 然后到了9月25号是,ABC,还是ABC,就是,All in,All in,Buy China,看到没有,All in,Buy,Buy就是买嘛,Sell是卖嘛,Buy China 就是全部都买A股,全部都买这个中国的股票,因为他们进入可能A股相当来讲不容易,但进入港股还是容易的 就是这几天的这个变化,呃,但是呢,我们就是,但是呢,我们就是,呃,要,接下来就要稍微理性一点了,啊,理性什么呢,你看 一方面呢,就是说这个外汇啊,呃,我们在A股前两天的时候,它的持续上涨是有这个汇率支撑的 前两天这个外汇,你看,前两天外汇出现了一波急速的升值,但是今天的上涨呢,这个汇率已经没有涨了,啊,这个汇率啊,基本上已经没有涨了,还有一点,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,就是现在,呃,晚上,比如说九点半,新加坡的富士A50已经跌了两个点了,大家知道在前两天,反正我们每天看盘之前,这个新加坡A50都是持续大涨了,但是现在的新加坡富士A50呢,已经大跌两个点了,啊,呃,所以说呢,就是之前促进A股上涨了, 上涨了一个汇率升值,还有一个新加坡A50呢,都没有表现了,短期淘楼盘,这个短期的这个汇率盘和淘楼盘交织的话,明天就下周一啊,这个正量的可能会比较剧烈,但是呢,就是任何的下跌都会击毁,啊,任何的下跌都是击毁,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,任何的下跌,它都是击毁,啊,这个经过这一次洗礼过之后呢,我觉得就是A股啊,就能够彻底摆脱,牛,牛市非常短,熊市特别长, 啊,就能够彻底摆脱了,那么方向呢,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券商的,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,呃,券商板块啊,我们是比较看好的,包括呢,这个,呃,这两天呢,高盛啊,美国,摩根斯丹利啊,也看好我们大A了,对吧,高盛本领政策将吹化新轮政策反弹,建议战术性投资中国股票,看到没有,啊, 啊,不过高盛一直都是唱多的啊,高盛一直都唱多我们A股的啊,他不是今天,他是一直唱多的,但是呢,摩根斯丹利呢,摩根斯丹利大摩可是一直唱空的啊,摩根斯丹利大摩可是一直唱空我们A股的啊, 他说我们的互动300指数短期内可能还有10%的上涨空间,今天直接就干了56%了啊,呃,最近呢,开股市期货空单呢,是亏的比较惨的,这个中印证券回应空单是客户行为,因为大摩是最喜欢开空单的,知道吗,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摩根斯丹利啊,他是最喜欢开空单的,然后呢,9月27号在机构席位的盈亏榜中,中信期货,亏损排名第一,亏损金额是66.32亿,不过亏个股市期货啊, 啊,股市期货亏了66.32个亿啊,66个亿啊,天啊,你最近A股的实际上呢,把这空头打爆了啊,这个亏了66个亿啊,呃,他这个中印证券也说了,就是我虽然说你看了中印证券空单很多,但是他说了这是客户的空单,不是他自己的,大家知道中印呢,他毕竟是最大的券商嘛,有很多人在他里面开户,是吧,啊,中印证券今天倒是涨停了啊,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券商的,因为不管你是涨也好,不管你是涨也好,不管你是涨也好, 呃,反正券商他都是有钱赚的,对吧,你你你对吧,你包括你你你这个期货亏了,你亏了赚了也好,因为有亏就有赚嘛,对吧,那有亏损66亿的就有赚6的,他反正都是收钱的嘛,对吧,最后呢,我就感觉这个就是,呃,村里面啊,本周对近期股价涨跌 异常的银之节啊,进行重点监控,我感觉呢,就是这个,大家知道前期都没有说过这个重点监控,是不是这两天涨多了,村里面也,是吧,要可能要出手,稍微打击打击了呢,因为其实A股啊,你老是风流的上涨呢,其实也不好,最好就是细水长流的涨,但你要是没有那风流也不行,因为你没有风流的话呢,你是吸引不了场外观众啊,你看,这个A股持续大涨过之后,然后呢,现在自媒体又这么发达,到时候这个国庆节在一宣传,我啊,天哪,铺天啊, 盖地啊,那到时候截后还将有一大批人冲进来,为什么,因为你看国债期货就能看出来,国债期货今天大跌啊,国债期货大跌,都是就是把期货就是把卖出来,然后都在买A股,我们现在有三百万亿的资金躺在这个银行里,一年连一个点的利息都没有,那你想一想,他肯定是稍微的吧,外面有挣钱效应的话,那肯定是的吧,而且A股都跌四年了,当然今年A股不能说跌了,本来今天再跌就是跌四年了,结果今年A股就跌了,结果今年A股就跌了, A股已经正式转正了,已经是那个,呃,是上涨了,港股,港股,港股都超过了,今年都超过了美股的上涨,所以说前一段时间,你看老师也呼吁一下,因为蛋总啊,半斌总啊,其实我还是很敬佩他的啊,其实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蛋总应该把美股卖掉,然后买A股,你说蛋总要是前一段时间把美股卖掉,然后买他喜欢买的茅台,几天时间30%啊,我天爷呀,真的是,包括腾讯的吧,他,蛋冰以前这个比较喜欢的,买的腾讯啊, 这个茅台啊 他要是把那个英伟达给卖掉 转手买茅台 转手买通讯 天爷呀 今年弹种要翻倍了 我的天爷呀 哎 反正呢 这个机会肯定是远大于风险 任何回调都将是机会 只是说呢 因为人民币汇率今天也没有升值 因为人民币升值太快的话 不利于出口 包括A50大跌的 我估计短期市场可能要冷静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指数不涨 不代表个股不涨 因为他这个氛围已经起来了 有这么充足的成交量 一万多亿的成交量 个股还是会比较精彩的 最后不要忘记点点点观众